我造了一个涂料厂 有了它我就可以炼制颜料了 然后就可以各个工具展色了 想想多开心呀 这个涂料厂应该是通过海水带动的 所以现在我必须让我的木阀扬帆起航 这样才能带动涂料厂让它开始工作 一不留神大鲨鱼又来捣乱了 拿出伤毛在它驱逐着走 然后再好好地调整一下我的船帆 让我的木阀顺风航行 瞧我的涂料厂已经开始工作了 估计一会儿就可以炼制出颜料了 趁着涂料厂在工作 我再去捡点垃圾 对了 我再建造一个收集网 把它放在这里 现在只要有垃圾靠近我的木阀 就会被我的收集网收集起来 但是如果不靠近的话 就只能靠我的钩子了 瞧我又发现了一个小岛 我可以在这座小岛收集点物资 因此我决定向它进发 现在天色已经黑了 我就先不登岛了 明天再上岛探索 先抛锚把我的木阀固定在小岛的附近 防止木阀被海风吹走 瞧我的颜料已经炼制好了 蓝色颜料和红色颜料 但是这两个颜料好像不能直接使用呀 还需要至少搭配另一种颜料才能使用 好了 先不管它了 我的芒果树长成了 今天我就把它砍倒 收集木板和棕榈 看着看着就给肚子弄饿了 吃几个土豆吧 再吃一个新鲜的芒果 舒服呀 然后继续工作 把这个树砍倒了 我再冻上一棵新的芒果树 新的天色已经黑了 我也累了 我要休息去了 朋友们明天再见啦